各位观众欢迎回到2021年喵宁品牌现场 我是主播天王星 接下来要进行的项目是猫咪柔道 我们的选手已经准备上场了 首先看到的是2号选手拉菲尔 接下来是1号选手奈勒斯 比赛在选手展开行动后就立刻开始 可以看到选手小金奕奕的试探对方 第一次攻击 1号选手扑向2号的脖子 但他们很快的分开 1号选手再次出击 2号选手转手围攻上前扑咬 1号选手跟2号伸手在地板上扭打 第一回合结束 慢动作看一下刚才的状况 第一回合都是1号选手主动 他华丽的翻身之后扑向2号 正好让2号抓到实际 2号紧紧咬住紧波让1号无法动弹 再加上2号擅长的兔子踢 第一回合由2号战事领先 第二回合 1号假动作 2号拷出猫拳 猫拳跟兔子踢是2号选手的强项 可以看到2号习惯右手抵御对方 1号叫嚣后一个熊抱扑倒 1号得分 2号感觉还在看时机 哦来了 2号快很准的把1号摔到地板上 牢牢压制住了1号 但是被1号给逃脱了 1号会怎么反击呢 来了 是一击 可以看到1号选手利用自己体型上的优势 都是以肉蛋的方式砸向对方 但缺点就是 容易滚过头 真攻击变成了假动作 1号开始在碎咬2号了 这动作是为了激怒对方哦 不晓得是不是为了逼2号出手呢 现在1号选手什么 准备再次进攻 立刻就被反压制了 又是一次失误 1号完全不敌2号的防守 再次 二号选手立刻甩开 看他的眼神充满杀气 虎扑 猫拳没有尻到 1号选手会怎么做呢 2号选手决定先撤退了 第二回合结束 从慢动作回放可以看到 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2号都是用嘴巴跟手手沉滞对方 再配合兔子踢造成伤害 1号选手的必杀机 就是我们秘成 的屁拳 看看这扎实的屁拳 直接往2号的脸上埋进去 感觉应该是蛮差的 虽然1号是6公斤量级 当2号是5公斤量级 但在压制的能力上面 1号并没有站上风 反而是体型较小 谁更为灵敏 当1号被压制的时候 无法利用双腿甩开对方 的确是1号选手的最大弱点 最后2号选手的飞夫 真的很可爱 我是说很凶猛 可惜1号块头比较大 没办法直接把他拽到地面 第二回合裁判的给分 应该会着重于1号的屁拳 跟2号的飞夫上面 接下来最后一回合了 目前积分还是2号领先 1号能够力挽狂澜吗 2号趁1号在抓板板的时候突袭 没想到中了1号的埋伏 1号终于站立全开 率先压制住了对方 2号选手猫拳挑衅 直接上前抱住了1号的头 骑上去了 好险1号及时甩开 2号选手现在不出 不是在卖萌哦 他是在表示他蓄势待发 这次换1号选手出击 扎扎实实的肉蛋压制 让2号的脚脚只能在空中乱踢 最后再来几摇摇攻击 2号刺步及防 嗯又是1号的迷之翻滚 刚才2号是不是有点傻眼呢 想说这个笨蛋 所以2号决定好好惩罚一下 可爱的笨蛋 报警处理 1号本来要用水推开2号 但是2号太难缠了 1号利用翻滚才成功脱困 这次比赛相当精彩哦 很少可以看到猫咪柔道比赛 可以打那么久的 以时间长度来算的话 也算是打破了 苗林匹克从1932年以来的记录 1932年也是第一次有台湾人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哦 他的名字叫张新贤 很遗憾那时候是以日本国家代表队出席 人类的奥林匹克很常跟政治脱不了关系 但苗林匹克就比较单纯一点了 基本上苗林匹克的项目很多 但是赛程都很短 这次难得可以有机会 转步到猫咪柔道 而且还打了三个回合 现在两位选手在后台休息等积分 我们看到的是1号奈勒斯 还有2号拉斐尔 两位选手都非常有运动家精神 朝朝都是点到为止而已 没有任何猫咪受伤 咦 先生你竟然去偷袭别人 现在已经开始积分了 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可能认为刚才只是一个热情的拥抱而已 分数慢慢出鲁了 我们恭喜2号拉斐尔以5分 赢得2021年 喵林匹克猫咪柔道金牌 胜利的肉球总是特别粉红 我们也恭喜1号奈勒斯以4分赢得银牌 不过奈勒斯看起来不是很满意 应该是今天失误过多的关系 不过没关系啦 奈勒斯你的表现还是相当精彩的哦 尤其是那个屁拳还有迷之翻滚 相信都让我们观众看得鼻血沸腾 以上就是我们喵林匹克猫咪柔道的转播 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 按赞留言为两位选手喝彩 而至于张兴贤大哥 则是会在即日起到2021年11月7日 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炫耀他去1932年洛杉矶奥运 以及1936年国立奥运拿到的纪念品 欢迎一起来认识奥运与台湾的渊源 有强壮的猫奴才有精彩的喵林匹克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天狼星 我们下次见